蝦嗲嗲 嘿喲大家好 英可我今天招了一位 互聯網老油條做客 英可蝦嗲嗲 她曾經就職於 優酷土刀A站完美世界 在動畫版權公司 摸爬了很多年 還有眾多市場活動 漫展參展經驗 巴拉巴拉巴拉 以及順帶做果 KYO願為日本藝人見面會之類的 像是演唱會主辦等領域 也已經有8年多的 日期相關經驗了 總之就是英可的好朋友 他推 互聯網老油條 娜月小姐姐 Hello 大家好呀 我是英可的好朋友 娜月Natsuki 正如她所說的一樣 我曾經在多家互聯網公司搬砖 做過些日系文化相關的工作 互聯網老油條就是我呀 今天非常榮幸 邀請英可來我家做客 哼 國內的疫情現在有點好轉 大家的生活也開始慢慢的進入正軌 不過日本那邊目前還是挺嚴重的 學校停過店鋪陸續關門 雙班族開著宅家辦公 許多新販和動漫電影也都一拖再拖 延期上映 大家全都在家裡自訴 被迫宅家的日本人只能望天長探 在家好無聊呀 要轉模糊了 沒錯 面對疫情 日本人紛紛採取了居家隔離的措施 日本藝人也不例外 許多宅在家裡的聲優和演員們 紛紛發起了各種活動 英可你又有自己喜歡的日本藝人嗎 那我喜歡的藝人可就多了去了 我想我感覺好多日本藝人雖然因為疫情 宅家裡沒有辦法營業 但好像也沒有停下來 有些人居家辦演唱會 有些人免費公開自己以前的巡演錄像 有些人發起活動一起號召民眾居家 還有還有 月月你看了皮眼鈴 山田中活活拍攝水 隔空跳南光春日的SOS團舞了嗎 好懷念 看了看了 團長還是一樣的萌 組長超好笑 不過後來山本寬他也傳了自己的版本 沒想到這首舞的編舞居然是他誒 有點意外 這也難怪被網友評價 雖然阿寬的腦子近年來 由來也雌乖了 但他的編舞真的是特別好 我發現這次宅家生活 真的是開發出了好多聖幽的隱藏技能 比如因為疫情宅家的露菲的聖幽田中真功老師 竟然在家玩起了雜技還賊溜 還有新演員他在推廠發起了在家跳舞吧的活動 後來大家不要出門 一起安心待在家裡以免被傳染 這回活動發布以後獲得了非常多的響應 有不少的明星參與了進來 像是三騎彩花高田中西散布大隻 中島美加渡邊池美搭等等等等 就連3017下的卡通角色 hello kitty美了第一步丁狗 懶丹丹丹丹也參加了 卻後來還收起來麻將版本 童都給我笑咧了 啊這羽星也人挑戰類似哈 水獸奶奶也在推廠發起了宅家挑戰 與水獸奶奶一對一 網友可以將作品進行任意惡測撞組 同一首歌因為創作者的不同 產生各種各樣激烈的化學反流 非常的紫蘑拉西 日本演藝圈確實很精彩呢 他們還搞了個自拍接力活動 許多明星都在推廠發了自己宅在家裡的照片 真是各種各樣都有 像是眉毛畫反了的山田玉桂 跟貓童英合照的池田依萊莎 小天使喬本環奈 非常玉的中村龍也 可愛的神木龍之劍 還有拉著鋼鐵匠聲 瓶瓦琳娜一起自拍的至尊唇 以及照片姿勢非常清奇的 主內良真等等 真是行不下來啊 嗯真是真的 在我們宅家只顧著 吃吃喝喝睡睡玩玩的時候 日本的好多明星都忘不了營業 紛紛開始通過直播與粉絲互動了 有些明星在這直播 徹底放開了天下 讓我們看到了他們不一樣的一面 我們的女朋友 十月里美也加入了直播大軍 在線陪聊 和大家分享自己宅家的生活 除了自己下廚做做飯之外呢 還選起了印度菜 比如阿森菲餅 呵呵呵 果然美女都理不看美食啊 就比如我 另外呢 十月小姐還說自己最近在開署練習書法 這麼好看啊 這麼有彩 嗨呀 太沉粉了 是的是的 你們的老婆花在香菜也沒有閒著 雖然不能聚集 但是咱們可以在線上開音樂會啊 在5月29號當天的線上音樂會上 花在香菜 沈著一襲白色長裙 心力脫俗 加上標誌性的元氣笑容 一登場便成功的俘虜了觀眾的心 說請線上音樂會啊 版本龍衣也開過 日本作曲家音樂製作人 版本龍衣 和日本三位線演奏家 本挑秀慈郎 共同完成了一場音樂直播 而且他還將過去的全部 四部現場直播的影像 免費發佈在了DTV上面呢 其實早在一個月前 版本龍衣還參加過 尤其在兩月的線上直播音樂會 會到時還身處疫情中的 中國觀眾進行演奏 還特意選用了武漢製造的調補 來進行演奏 直播到最後 版本龍衣還對著鏡頭 用中文跟大家說 大家加油 太暖心了 在宅家的這段時間裡 傅永愛身著素色和服 直筆挑戰書寫經書 從嬤嬤開始安靜又治愈 真的嗎 我也要去看 這也太自律了 對 咱們說起自律 這月月你知道日本第一牛郎 洛蘭在素期間都是怎麼過的嗎 知道真相的我 我簡直想摔手機啊 嗯 發生了什麼呢 她每天早上都會很早起床 然後把枕頭收起來 為了煩著幾歲回龍將 每天宅在家裡也不會偷懶 洛蘭健身就是學習什麼的 重點收 她每天都不看手機 即使是學習也是拿筆一做筆記 天啊 怎麼可能會有人抵制住手機的誘惑 手機多好玩呢 所以說人家日本爹牛郎的稱號不是白當的呀 想要月入一百萬 先和手機一刀兩斷 宅在家裡是目前最單一也是最安全的選擇 但是宅在家的生活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選擇呀 即使是不能出門 大家也要過好每一天 畢竟這麼長的時間不要出門的日子也是挺難得的 嘻嘻嘻 本期的節目就到這裡了 希望一天早點過去 大家都能健健康康 Inc 好啦以上便是本期分享的全部內容 大家是否滿意呢 也非常感謝收看視頻的所有人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 歡迎關注我們 長按一鍵三連 我們下期再見